这次的公投结果除了是对蓝绿两党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因为我们刚刚先界定了公投 它基本上是人民之间的决定 但是的确像你刚刚讲的对政党会产生影响 好我们分两个来看 第一个如果这次公投过 我说公投这四个都没有过 所以对蔡英文政府来讲那是一个大胜 那是个当权者的胜利 记得当权者的胜利包括什么 利益团体的胜利民进党的胜利 好那他大胜 那可是这个事情都四个公投全部都通过了 换句话说当权者大败 那是国民党胜利吗也不会 它是公民的胜利 所以简单来讲这两个角色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我刚刚讲分两个层次 对老百姓来看第一个是政党政治层次 就是假如今天中国国民党 他做到了很称职的一个在野党 那换句话说这四项公投可能都不需要 因为我很称职 很多事情在政党政治在议会就解决了 一定是议会解决不了以后 老百姓才提出反驳 所以国民党作为最大在野党 面对这个问题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守势的一方 就简单来讲四个公投全部都通过 对国民来讲也没什么功 因为你是第二个 人民帮助你守住了 人民在第二关帮你守住 第一关你没有守住 严格来讲四个公投一开始推动的时候 就是从广义来讲 就是政党政治失灵了 因为政党政治失灵了 老百姓不满意 老百姓才会推动公投 那轮落到第二步的时候 国民党现在只有守势 不可能再得分了 也就是四项公投全部都通过 那国民党也没有四分 但是国民党也得分吗 国民党不能算得分 为了这是公民的得分 但是如果这四个公投只要有一个没过 那国民党绝对就四分 为什么第二关你又没守住 这个逻辑清楚 所以国民党跟民营党不一样 民营党如果这四项公投都没有过 都没有过 那民营党是当权者 打获全身 所以民营党绝对拍手 利益团体也拍手 美国也拍手 可是四个公投全部都通过 国民党其实也没有这么好高兴 因为不是你的主要的功劳 是人民的功劳 因为你第一关没有守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必须要了解 这个公投其实是属于人民的 中国国民党只是在里面扮演辅助的角色 帮助的角色 所谓辅助的角色或帮忙角色 并不表示你不要全力与父 你还是要全力与父 也就是你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正在老百姓来讲的 你并没有做好老百姓所期待的扮演的功能 老百姓会发动公投嘛 那这个阶段你必须更加的努力 所以我认为中国国民党 在这一个公投案的时候 是当然应该全党的投入 而且是上上下下 上下一心的投入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